8月16日,随着海口新海港轮渡码头海口9号轮船启航,海南运送首批健康管理驿站滞留旅客踏上离岛返程之旅。 离岛的心情非常激动,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中,希望海南越来越好,早日战胜疫情。 海南本轮疫情致大批旅客滞留,为完善滞留旅客经港口返程交通方式,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8月12日发布通告,明确滞留在无疫情事线和低风险区旅客,需提前三天入驻指定的集中健康管理驿站,开展健康监测,凭健康监测证明安排专车点对点必缓转运至港口返程。 我们本身就在驿站那边住了三天嘛,三天这么每天都有在核酸检测,然后的话通过了绿码,绿码周通过了之后,我们这一边早上再检测多一遍,然后呢拿了我们的那一个酒店这边给的那个通过的认证,然后呢我们才能过来的嘛,过来港口这边还住了两次的一个检测。 对,我们也是一份安全的保障。 这这这这这这确实,我这一边已经每天都在就核酸,这疫情这期间大家都要注意一下,我回去也要给对家人注意一下嘛,负责。 6点到7点钟那个我们健康驿站的散客就已经安排大马车都已经走了,然后自驾的呢就是7点半到7点半到8点半,然后大家到酒店去填信息,领这个健康证明,然后各种信息,然后发那个通行证,安排大家非常有序的来到了这个港口,然后又做了两次核酸,然后大家才平跳进的港口可以终于可以回家了。 8月16日,海口市交通港行部门共安排6艘次出岛船舶运送健康管理驿站内符合出岛条件的旅客,预留两艘次船舶作为备用运力。 当天,第一批次运输出岛自驾车152辆,旅客870人,计划16日全天运输自驾车810余辆,旅客3100余人。 海南本轮疫情致大批旅客滞留,目前,海南正逐步完善飞机、轮船、火车等离岛旅客返程交通方式。 截至8月16日8时,三亚凤凰国际机场、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安排出岗航班314架次,共计保障滞留旅客返程48539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